什么叫回探头呢 我借用网上的一张图片 咱们来说一下 旁边停了一辆黄色的车 这辆车有可能是大车 有可能是小车 有可能是其他 遮到咱们视线的东西 然后白色的车 通过这旁边停放的车辆的时候 突然从前面出来一个人 他可能也不愁也不看 甚至是跑过去的 结果就发生碰撞 从汽车角度 认为这个人就是属于鬼探头 那这种事故如何避免呢 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离镜子的车辆远一些 离它远一些 一方面还可以避免 静止车辆这边司机位置 或者说司机后面 成员的位置突然开车门 另外就是避免鬼探头 起码说鬼探头的时候 咱们踩刹车 时间能多一点 给对方留的时间足一点 咱们的反应时间也多一点 第二点呢 那就是 把脚搭在刹车上 随时准备刹车 击刹车 那第三点 如果说这条道这边 没有说禁止名喇叭 可以按一下喇叭 提醒一下 鬼探头这种情况 像出现在一些比较窄的胡同 还有 公交车 进站的时候 通过公交车 这种情况也比较容易发生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